Hello 我是爆心 欢迎来到四月做休养 今天的青春传送给大家带来一款连度改款 这次2024款的上汽达的微然 微然的这一次连度改款 其实在整体的设计上以及尺寸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主要的升级来源于对于内部空间的挖掘和再优化 他们为第三排额外新增了80毫米的空间 同时保持了第二排完整的空间 以及一个非常优秀的汇衛箱空间 其实对于MPV的用户来讲 MPV解决他们的痛点就是这台车的第三排 是能够让成年人长途舒服的乘坐的 这是它相比于三排座的SUV的核心优势 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看微然的这一次升级 来到2024款微然的第三排 先下一个结论 这台车的第三排我认为成年人长途乘坐应该是非常舒适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次升级两个核心的变化 第一整个的腿部空间加长了80毫米 第二整个的坐垫采用了和第二排座椅相同的面料和填充物 现在整个车里面座椅的布局 第一排是我刚才开车过来调整好的坐姿 第二排座椅在一个滑轨大概放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第三排的西部空间是完全不局促的 而且有个非常大的设计 就是这个脚坑的设计 第三排乘客可以把脚放到第二排的独立座椅的下方 其实整个第三排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符合人正常乘车的一个坐姿 对一台七桌车来讲 第三排能够给到这样的空间 这样的坐姿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另外刚才说到了威然第三排 现在无论是座椅的材质还是填充物的厚度 其实和第二排都做到了平权 有些MPV的槽点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排VIP第二排头等舱 第三排给到一个小板凳 而现在威然可以给到你第二排头等舱的感觉 第三排甚至给到你一种超级经济舱的感觉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细节是什么 威然其实现在并没有主攻商务市场 而主攻的是家庭市场 针对的是多胎家庭 所以这台车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上 都能够看到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 对于家庭用户来讲 这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设计 再来看威然的后备箱空间 即使给到第三排座椅一个相对倾斜的靠背 它依然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观的后备箱空间 至少目测的话 26寸30寸的箱子都是可以横向的塞入 这个后备箱的 无论再大的七座SUV 在使用第三排座椅的情况下 我觉得都给不到这么大的后备箱空间 另外还可以看到 其实从第三排座椅到整个车后尾门的部分 有这么大的空间 就意味着它有这么大的绝对的横向距离 这一部分也被厂家定义为一个溃缩空间 如果是在遭遇追尾的时候 这台威然也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大的溃缩空间 有更大的安全性 其实这些不是靠嘴巴上来说的 有一些真实的案例会更有说服力 比如这几天非常火的有一个极客009追尾一个大卡车板车的事故 它的A柱承受住了板车的一个正向的切割 其实这样的案例才是最好的传播 我在这里给你口说 或者是厂家提供怎样的数据证明 都不足以一次案例来的有教育意义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道路上的每个人都能平安驾驶安全回家 第二排其实没有核心的变化 依然是两张独立的航空座椅 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和功能性 甚至我看连USB-C的接口都给到了两个 还有这样隐藏式的杯架 其实第二排是一个非常德系的商务设计 如果你不是安排小孩做安全处理座 在第二排是乘乘乘坐 或者商务乘坐的话 这个第二排都是非常合适的 最后是整个前排的空间 其实前排的空间 同样是在这一次改款当中没有变化的 但我觉得大众比较新的这一套类似的设计 所以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看一下 2024款的大众微软动态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因为在这一次升级当中 整个的动力搭配以及调校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依然是大家熟悉的2.0T 配上双离合的这么一个动力组合 开起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种大众的感觉 但是微软这台车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 就是它的整个驾驶的坐姿 给到的感觉 你开的绝对是一台乘用车 是一台标准的MPV 而不是有一些MPV那种 会给到的一种开Van的感觉 可以说这台车的整个驾驶质感 整个坐姿 其实和开一台图王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即使是啦 它从自家的T系列的MPV来举例 因为T系列我们说 它可以是一台一家一商的车型 这里的商指的是商用 而这台微软也可以说是一台一家一商的车型 这里的商就是指的商务 那台T系列的车 其实整个的开起来还有一种那种小巴的感觉 而这台车我觉得 确实整个的驾驶坐姿和给到你的驾驶体验 你绝对是在开一台家庭用车 同时呢 微软有着接近5米4的车长 这是它给到一个非常棒的车内空间的保证 当然接近5米4的车长 也让你驾驶的时候 需要稍微留心一点 在出一些比较窄的车位的时候 或者过一些比较窄的路口的时候 你需要稍微留意一下这台车车尾的位置 毕竟接近5米4的车长 接近3米2的轴距 还是给它带来了一个不小的转弯半径 在这一次的连路款的升级当中呢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 语音识别的供应商换下了科大驯飞 现在呢 整个的语音识别率还是不错的 打开座椅通风 这些基础的识别现在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在整个导航上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这台车还是用到了一个 应该不是百度或者高德的类质导航 导航到Top Driver Clubhouse 抱歉 没有找到相关地点 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地点 是我们手动设置输入在高德地图 以及百度地图当中的 如果导航的底层用到是高德或者百度 同时语音识别又比较给力的话 语音识别是可以找到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地址的 但是可以看到这台微然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台微然正确的交互打开方式 以及正确的导航使用方式 就是它支持无线CarPlay CarPlay永远是最好用的 总的来说 大众微然的这些升级呢 就是强化了它本来的优势项目 就是车内的空间 以及第三排的一个乘坐空间 对于支持六个人到七个人乘坐的MPV 以及在满载的状况下 还能提供一个非常大的后备箱空间的SUV 其实这台微然是一个比较靠前的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MPV的市场上 现在月效上过万的车线 G28必不用说 新起之秀呢 有包括像腾式D9 包括像PREVIA加塞纳这样的组合 其实它们都各有各的特点 G28是老大哥 腾式D9呢 占了一个品牌以及新能源 这么两点 而PREVIA和塞纳呢 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用户的口碑 这几款车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以及非常出色的市场卖点 微然在市场中的表现呢 不像这些月销量破万的车型那么的火 但整体的销量呢 也是相对稳健和稳定的 我觉得其实微然的用户呢 也有自己相对清晰的画像 它是比较忠实的德系的用户 然后对于绝对的空间有益的追求 就是这个市场上我买得了最大的车 就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呢 这一次升级应该不会给微然带来怎样的质变 但是它依然巩固了自己的一些优势下 我是冒心 这是一个简单的2024款上汽大众微然的抢先试驾 我们下次见再见